烦躁的时候别说话 别做事 别做重要决定 别去危险的地方 这是基本的宗告 因为烦躁的时候你的智力低 做重要决定你一定后悔 说出来的话很过瘾 也一定会惹祸 当时我说的突然心痛过来 别人难受了 别人难受了 对你来讲意义什么 负债啊 一定要让你还的 所以要忍 忍是干嘛呢 把这个热乎劲给他还一还 别顺着那个情绪再继续往前走 忍完之后呢 就得解开 光强忍着我跟你说 很多病都是憋出来的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脑子就念头 老师说过 事也好 人也好 都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都对你有着特殊的功能 边念边静心 眯着眼睛看周围的一切 它怎么是我的一部分 它怎么就是个礼物 它怎么就是为我而来 让你难受的事 都是撞到了你不通的地方 让你难受的人 撞到让你难受的那个地方 就是要帮你打通的那个血道 只要能解开 只要能够吸出到能量 不仅不生气 还能够有领悟 那你下边灵魂 蹭一下就往上涨一大劫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